原来大作家都是段子手 您说您43天 我43万多 这也不是当年的歌 莫言老师任容其名 您幸福吗 我不知道 您现在的真实状态 最希望的一种状态是什么 结束才 百烂小能手 我自学过一点数学 学到了能够不太正确地 解出来一元二次方程 对对 差不多 差不多 我数学不好 发布会上还能睡着 没有 我其实很兴奋的 我就是表面上看起来 波兰不停 内心深处 是兴隐澎湃 鱼花童年不要太幸福 那童年是幸福 我的童年反正就是 不用上学嘛 肯定是幸福的 肯定是幸福 半辈子段研究如何摸鱼 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 我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 结果发现我是第一个到的 我就知道那个单位来对了 来对了 不用微信的原因也太真实了 我有一个朋友就坚决不用微信 没有微信的话 他说一天上班也就是三四个小时 有了微信 以后二十四小时都在上班 二十四小时都在上班 这就是余华老师不用微信的朋友 不好意思 我没有微信 所以我们也缺 你连微信都不用 没有 因为还不用智能手术 不用智能手术 不用吧 我找数字在哪里了 俩人小学中式的攀币 余华老师新书文成出版之前 有一个四都本 四都本 我很珍惜 所以我觉得出唱片的时候 他也给了我一个 然后签名签在唱片上的 对 反正你这本书的价钱 跟我这个小光碟的价钱 差不太多版 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现在都便宜了 不 现在是唱片便宜了 书贵了 对 所以刚好 但是我这个碟质量更好一些 对 最贵的一张碟 对 我的书质量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所以平凡的世界 到底该买鱼滑板的 还是墨岩板的 建议大家买这个 鱼滑板的生死疲劳 或者是墨岩板的活着 我推荐你去买一本 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的确是 请入了很多心血的 心爱的作品 当然这部作品 对我获得诺贝尔奖 发挥了重要的作业 妈的 显得那么牛逼我呢 石铁生坐着轮椅 都被他俩拉去踢球 起码是我认识石铁生以来 石铁生的第一次 常读滑舌 我跟莫言还有证明 我们三个人把人吃 石铁生扛上火车 接着我们还能拉 进行一场足球比赛 在这个篮球场上 然后我们让铁生拉走边 谁都不敢往这边踢 我们告诉他说 你们要是把铁 踢到铁子上 他们还在配合铁子上